屏幕前和录播室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悠悠老师 欢迎来到悠悠乐学宫 那么在这次专题课当中 悠悠老师将带大家用八次课 掌握小学阅读基本考点 那么在我们的事情当中呀 呈现了三把剑是不是 第一剑是什么 就说说看 武当太极剑 对 武当太极剑 我们在公园里面啊 经常看到有人练这个武当太极 是吗 武当太极剑它能五柔可高 那么在咱们的小学阅读当中 如果你掌握了相关的文体知识 就相当于拿到了这把武当太极剑 那么第二剑叫干将墨爷剑 对 那么这个干将墨爷指的就是呢 我们要结合文本知识去答题 第三剑叫什么 俄眉以天剑 非常的厉害是吗 那么俄眉以天剑说的是 我们要掌握相关的答题技巧 那在悠悠老师另外的一个阅读专题当中呢 我们就讲到过这个阅读技巧 但是在这三件当中 秋秋你觉得哪一剑最为重要呢 同学们应该想想 武当太极 对 应该是武当太极剑 是吗 武当太极剑它能达到 武容克刚的作用吧 那在咱们的阅读当中 如果你掌握了文体知识 那么所有的阅读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么这次课呢 又有老师将带大家走进游乐园 我们来看看这一战要玩什么呢 丛林攀爬 什么爬 对 丛林攀爬这个游戏玩过吗 没有 没有玩过 在欢乐谷当中有这样一个攀爬的游戏是吗 在丛林当中你怎样能够攀爬到你想要到达的地方呢 这个非常重要 同学们想想看 我们的文章非常之多是吗 我要怎样去拿到这个中心 掌握它的主要内容 是不是你得知道它的一个方向呀 对吧 知道它的一个路线 所以呢 这次课 又有老师将带大家学习的就是 这句文顺序 掌握顺序 梳理内容 好 我们一块呢 来到玩转游游球当中 是小事身手吧 同学们 让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这两个排序题 刘备坐在餐桌上 开始吃妈妈为我注文杯的早餐 早晨刘备迅速起床 叠好被子 刘备到卫生间去洗脸 刷牙梳头 吃完早饭后 刘备背上书包 高高兴兴的上学去 同学们是不是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流水账呢 那么如果说流水账按照这个顺序题 你会发现打乱了时间 很神奇很奇怪是吗 那么我们在基础练习当中啊 就有这样一个排序题 来求求试一下 这个半秒题的排序题怎么完成呢 先是 第一句是早晨刘备迅速起床 对 这一句是吗 我抓住了早晨这个点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刘备到卫生间 洗脸 虾牙 疏头 第三个是 刘备坐在早餐桌前 开始吃妈妈 为她准备的早餐吧 是吧 接下来是 吃完早餐后她去上街 嗯 这时候啊 化身为现代人的刘备呢 干了一件和我们非常相似的一件事情 是吗 这个呀 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道题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又来到了许儿思运动会场 看看这个志位运动会当中 许儿思的老师们 他们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同样还先疏通一下这几句话 是吗 好 来找找看这个又该如何排呢 碰了一声发力枪响了 首先是碰了一声发力枪响了 是吧 接下来是 五名许儿思运动员向武科 向前冲 这是第二句 第三句是 嗯 怎么样呢 我们蓝队的阳秀琴落在后面 落在后面了 接下来 这时我们拼命函 颜舍琴加油 颜舍琴加油 好 还有吗 在展现之后 颜舍琴终于获得了 万钦 对 万钦 你会发现这个顺序和前面不一样 它是按照这个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吧 那么在这呢 我们看到起因经过发展和结尾 所以说呀 这个题其实也非常好办 好 我们知道在这句文当中啊 这个排序题对于高年级的我们来说 已经是小菜一叠了 是吧 我们知道在做这种排序题的时候啊 首先平语感 是排序 那么接下来呢 找顺序 时空螺 请问时空螺是什么顺序 时间和空间的逻辑 对 时间空间和逻辑 是吗 在说明文当中 这个说明顺序啊 其实也就是时空螺吧 好了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热声 那么在这句文当中 如果你想要读懂一篇文章 仅仅像这个排序一样 那么容易吗 肯定不是 如果做着这样闲呢 太没意思了 就跟流水帐一样 是吧 所以在咱们的阅读当中啊 他又另有奥秘和悠悠老师 一块去看一下吧 好了 同学们 我们看到呀 在这个密集上呢 写了掌握顺序 梳理内容 那么在我们的阅读当中啊 有写人的 有记事的 还有描紧的 有撞悟的 有这四大类 对吗 那么不同的内容 我们有怎样把握顺序的方法呢 那么悠悠老师啊 待会呢 会为大家一一揭晓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写人记事的这类文章 那么说到这个的时候啊 我们先需要了解一下 这样一个盘 这一句文 它从内容上呀 就可以分为这四种 是不是 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啊 拿到一篇文章 你要有这样一种意识 它到底是属于写人的 还是记事的 是写人记事结合的 还是描紧的 还是撞悟的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弄明白 把这个弄明白之后呢 那么每一种内容的文章啊 有不同的掌握方法吧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说 这些文章呀 它都有一个阅读要点 你在读的时候 都要注意相关的事件 就拿我们首先讲到 这个写人记事的文章说 先说吧 这个阅读的要点是什么 同学们想想看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要怎么样 要抓住人物的特点 要抓住人物的特点 很好 写人的我们得知道 它写了什么人 对吧 那么一般呀 我们知道 人和事是分不开的 我们经常说呀 这个人无事不活 事无人不断吧 那么这时候呢 你得看看人做了什么事 所以在今天我们讲的过程当中 是将人与事相结合的 这一点需要明白 好 那么第二个非常关键 到底这个写作思路是什么 那么这一点呀 就和我们今天讲的顺序 相关了 到底作者是怎么去写的 非常重要吧 那么第三个 深刻内涵 其实深刻内涵呀 就是说一篇文章的中心 到底作者通过写人记事 他要表达什么 是不是 就是把这个弄明白 那么秒锦撰物文 求求想想看 这个阅读要点和前面的比较 你觉得是相同的吗 有点不同 有点不同 哪些地方不同呢 这个要把握作者的情感 要把握作者的情感 当然写人记事当中 他也会有这个情感呀 那么我们还是看第一点 你看在这说的内容 写什么人 人做了什么事 那么秒锦撞物 就是什么呢 写了什么锦 对 写了什么锦 撞了什么物 对吧 这个需要弄明白 那么接下来 同样也要清楚 作者的一个什么 写作思路 写作思路 那么第三点 刚刚秋秋说的 这个思想感情呀 其实呢 就是这个深刻的内涵吧 在写人记事当中 他要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 可能要表达作者的情感 在秒锦撞物当中 他要表达对锦撞的情感 要表达这个中心 是吗 所以说 我们做热读的时候 就是这样 有潜入深 那如果你想握思路呢 就可以将这个潜与深 做到一个很好的结合 是不是 下面我们就首先来看看 写人记事当中 这个文章 顺序是怎样的 在这儿 看一下老师标注的 表达顺序 不同于结构顺序 那今天呀 我们重点呢 讲的是表达顺序 那什么又是结构顺序呢 球球知道吗 总分总 太棒了 总分总 它是属于结构顺序 是吗 也就是这个段落 它是怎么安排的 但是表达顺序不一样 它的语言当中有逻辑 它可能继续有一个顺序 对吧 那么说明文当中 说明有一个顺序 语论文当中 计论又有一个顺序 所以注意 这个表达顺序 它指的是这个语言当中 所蕴含的一种表达方式 明白吗 那么在继续文当中 自然而然 就是从叙事的角度 来看看 它的这个表达顺序 是吧 所以这里不同 好 那么这种表达顺序 有利于表达文章的内容 有利于表达思想感情 也就是衔接了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一个点吧 好 那么到底这个表达顺序 有哪些呢 球球你知道吗 有顺序 太棒了 有顺序 还有呢 倒序 倒序不错 差序 还有吗 我们经常考的是这三种 是吗 但是又老师要告诉大家 其实还有更多的 我们将它分为五大类 由顺序 倒序 差序 补序和分序 但是在我们的小学阅读当中啊 前面三个 是不是重点考察的呀 是 那么后两个呢 我们作为了解 甚至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用到的 注意又有老师讲到的 阅读和作文 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合一来学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几代顺序分别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说说顺序 那么顺序啊 就是按照事情发展 或者时间先后顺序来去数 这个是不是特别清楚呀 我们在做排序题的时候 第一道题 它按照时间顺序 第二道题 它按照事情发展顺序 好 那么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在于条理清楚脉络分明吧 对 好 那我们来举例子说说看 首先来说说这个草船借鉴 请问草船借鉴出在哪里 三国演义 很好 三国演义当中啊 讲到了这个周瑜干嘛呀 让诸葛亮在十天之内造多少戒 好几万 对好几万 十万之戒 但是诸葛亮却说 他只需要三天来造这十万之戒 是吗 那么后来呢 讲诸葛亮呀 他是怎样借助这个天气 然后借助他分析到曹操多疑的心理 最后呢 真的就用草船呀 借到了十万之戒 那么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起因 诶 周瑜让他借鉴 经过借鉴的过程 结尾就是 借到了 借到了 好 将相和当中 同样也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将相和 将在这指的是谁呀 连 很好 连波 那么相指的是 立相如 对 这边啊 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讲到的一个故事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将相和呀 他其实有几个故事内容 第一个就是讲到什么呢 完毕归照 讲令相如 完毕归照 那么第二个 讲 这个是什么 太棒了 是免职之会 对 免职之会 第三个呢 付金 对 付金 请罪 这最后一个呀 才讲到他们将相和的一个结尾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 所谓顺序 就是这个起因经过 结果 那么我们在做阅读的时候 如果你掌握了他的顺序 在概括事件的时候 是不是更好拿下呢 嗯 好 那么这个我们说完了 顺序一定要记住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 他的主要内容 去概括这篇文章 啊